欢迎收听软件大学社的第156期 如果从2016年6月11号开始算的话 这个电台到现在已经接近快两年了 可能还差十来天就到了 一个事情做两年的话 多好有点经验吧 虽然做的实际上 不管是收听量还是关注量都比较少 所以也不好意思说 什么经验要分享一下 也算是一些教训嘛 如果也有人想做电台 或者说公众号什么的 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所以这一期就说点什么经验 就先提前声明一下 可能听我电台的人 如果你想做公众号的话 不应该像我这种学习 应该是像更有影响力的人学习 比如说像米蒙 虽然他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非议 但是他的一篇一篇文章大概是收十几十万吧 我看广告行讲 比如说最近 最近比较火热的是有981个公众号 估值达到38亿的 一个量子云 这个公司就叫量子云 就有一千来个981个公众号 这个公司呢 只有多少个人写 只有50个人写 平均呢 每个人付得20个公众号 以流水线的方式来写文章嘛 就是新媒体 我只所以说 说这些呢 就是说 最怕人家就会说 你就是赚不到钱嘛 你就比较酸 实际上我确实比较酸 是吧 因为他们确实做得非常好 就是怎么说呀 他就是一群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就在一个人的指导下 就一天呢 每个人有小20篇文章 就是每篇呢 都会超过十万这个样子阅读 这个人名字叫徐建军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采访 他以前是也是做媒体的 但他的非议也相对来是比较多 但是这个38亿确实是 真的是38亿 还有一千多个公众号 一千来个 981个我看是 981个公众号是真的 他有一个新媒体学校嘛 就是说 首先你也得有点天分 没有天分也不行 就是说你刚刚毕业来的学生呢 用他的方法就培训三个月 你可能没有什么理财的经验啊 但是你就可以写理财的内容 可能你也没有谈过什么女朋友 然后你就可以去写如何泡妞啊 他在981个号就覆盖各个方面 有理财的 有股票的 有励志的 有情感的 有时尚的 还有亲子的 什么都有 体育的都有 就是这五十多个编辑呢 每天要写出一千篇文章 然后呢 总共的 他吸引了多好 就是关注者是2.4亿 也就是真的是 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2.4亿 就是他 他覆盖了这 所有的这一切 就每个都是写干货 就是干货的流程 因为我 我大概也是做了两年嘛 大概公众号就是 现在啊 就是 透一个整数嘛 就接近一万人 可能还差几个 这两天应该就够一万的 现在还不太到 可能999几了 可能差十来个人 就还有那两个电台的地方 加起来有 两三万个关注者吧 就听众 就是在网易云音乐 还有喜马拉雅上面 但是 就是我说但是了嘛 只要出现这个但是 这个词前面说的这些 都不算数了 就是比如说 什么但是你是个好人 是吧 就是你是个好人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做朋友这样 现在就是为什么 我说但是就是 做的还是太差 就但是我想讲一下 这几个平台 因为有些人就想 了解这几个平台 起码我认为是什么样子 这个不是广告 就是我只谈三个平台 因为我也只用过 这三个平台 一个就是微信的公众号 一个就是网易云音乐 还有一个就是喜马拉雅 就微信关注者呢 只有一万个人左右 平均阅读量 大概就是一千出头 这个就是说呢 你推送了以后 大部分人就是关注了我 但也不看了 就是只有10%的人 可能会打开看一看 这个也就是我公众号 平均的阅读量嘛 就是现在就一千个左右 一千次左右啊 因为我看到网上 有人说他可以做到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可能他们有其他的什么方法 但我做不到 另外呢 就是喜马拉雅云音 网易云音乐和喜马拉雅 这两个平台啊 就是说 作假可能非常严重 尤其是喜马拉雅 就是说数据啊 非常诡异 比如说呢 我只要上传这个音频上 可能就一分钟啊 就三十秒钟 或者五秒钟 马上就是六百次 我不知道他又有个 有什么算法 可能是总来说 乘以一个系数 就是说 你一下子就六百次了 可能过了一天晚上 就一千多 然后呢 还给你画 他会给你画出 你这个音频 你大概 就是听众是在 哪个时间跳出的 就什么时候跳出的 什么这个样子 就是说 画出来我发现 每期都差不多 然后呢 曾经有一次 可能时间比较久了 我就上传了一个音频 就是电锯嘛 电钻 电钻的声音 就钻墙的那个声音 大概我复制 粘贴了十分钟左右 然后 这个电钻呢 也是这个声音啊 也是这样一个声音 上传上去 就是也是一分钟六百次 那过了一夜呢 就一千次 然后他给你画图啊 画哪一分钟跳出的 跟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平台的任何数据 都不值得相信 但是珍惜的数据 我也不知道 网易云音乐 可能会强一点 毕竟网易喜欢就是说 哎呦 我表面上搞得非常轻高啊 但是 是吧 高到一定程度以后 可能就觉得 哎 什么公司都不行 比如说任天堂 也是小公司 这个样子 非常搞笑是吧 但我感觉 可能是网易云音乐上 刷 刷这个量的情况 可能会逼吗 喜马拉雅 当然要好一些 起码不会说 他没有出现过 就是一分钟六百次 这个情况 嗯 这是我对这三个 平台的评价 可能是我觉得 微信公众号 可能会强一点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哎 你这个关注者 是如何增加的 是指数增加吗 其实我是没有见过 嗯 网上都是有很多的 营销大师是说 哎 你用了好那方法 就缠着什么裂变 就合裂变 引爆点什么的 这是整的挺像 那么回事 但是如果你想发钱 发礼物的话 肯定是帮助啊 但是我这个就是 也没做什么营销 没有做这些营销 都是从第一天开始 到今天 说实在那 每天都是以 十来个人的速度 再增加 并没有出现过 哎 增加速度 突然越来越快啊 或者是越来越慢 都是以一个 线性方式的速度增加 比如说你今天 多一点啊 明天就会少 少几个 就这个样子 一天十三四个 平均啊 非常平均 如果按统计一周的话 那就更平均了 就是说 正好是一百来人 一百来个人 就是说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哎 你这个节目是 做的越来越好 或者是有人就批评我 做的越来越差嘛 其实 很多人就想听干货 其实就觉得 哎 你这个越来越差 但有些人不太想听干货 就想听胡扯的话 就觉得 哎 上下班路上 听听还可以啊 对这两种观点 说实在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说一点 就是说 你如果想通过 听广播 就学会编程的话 也就所谓的干货 可能是 没有比这个 更虚假的梦了 我就称之为 叫编程梦 非常非常好的 编程梦 这就相当于 你想通过看 梅西踢球 学会踢球一样 不可能的 你还是要动手 我淡定了许多吧 现在我已经 漠视很多谩骂了 已经觉得 哎 无所谓了 是吧 第五个问题就是 哎 我给你提了一些意见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 就是说 但有些人 还比较关心我的听众 就会给我一些意见 尤其是 他们是搞媒体的 就会建议我 你如果想 登加粉丝了 你就花点钱 搞点转发 抽奖啊什么的 就是你关注到 抽奖这个样子 还有人建议我 学哪一位 大人物的写作方式啊 但我都没有听 因为一个次要的原因 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虽然 你这个 我前面所说的 那些文章 写鸡汤什么 都是有套路 但这个电台 说实在 是我听的最多 说实在 在那时候我听最多 我在车上没事的时候 我经常会开 我这个电台 懂不懂 你自己为自己 鸡汤也不太好 还有一个 更主要的原因是 你如果没有高人 点拨的话 或者说 你没有那方面 天分的话 是你学别人 是学不来的 这个呢 经验是我从 踢足球上 得来的经验 因为我特别喜欢 看足球嘛 也喜欢自己踢足球 有很多球性的动作 不要说 我们这些踢野 球的肯定是学不来 就是中国国家队啊 也学不了 比如说 其他内的 有个叫马赛回旋 其他人都学 很多人都在学 但就是不太好看 我刚刚看了个新闻 其他内 从那个黄马 已经离职了 这个人真是厉害 两年前拿了三个欧冠 我也非常喜欢其他内 像咱们国家队啊 有一个叫礼仪的 礼仪大帝 他也会这个 马赛回旋 但是大家都 他叫他叫蹦步回旋 他是蹦步的地方 但是也就是没有 其他内那么好 真的是 所以学人家 都是这个样子 还有巴西的 有个叫罗纳尔多的 就是我年轻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个球星 他过人也是非常厉害 经常就是 连续过几个 尤其是他年轻的时候 在晃过美将 然后把球打进去 就有一次 一个记者就这样 采访他说 你这个晃人 怎么这么厉害 是吧 他就回答说 其实我根本就 没有刻意去晃 就是我看到前面 你看都是空间 然后我就把球带过去了 其实呢 就这种建议 就相当于建议 有看我踢球的人 我们踢球 但踢球的人 也有听我电台的 其实我的微信里 后来发现 还是踢球的人最多 真的是 可能我踢了 跳着连球了 建了就经常 加个微信 踢机场球 就加个微信 结果加了那么 十来年 我加了多少个微信 加了 六百多个微信 我的好友里 都是这些踢球的 就好像建议我说 你踢球的时候 学了罗纳尔多一样 或者是建议我做电台 去转发抽奖 或者是学习高晓松的风格 其实没用嘛 就学不了嘛 你这个水平不行 就学不了 不过呢 我还是挺感谢大家 这种建议的 同样一句话 我也知道 比如说我说 我这个做电台很有情怀 但我说出来 就是蹭热点嘛 其他人说出来 就觉得 你这个真有情怀 就这个样子 学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第六个问题 就是说 邓哥你这个做电台 不要忘了初心 就很多人就提醒我 就过来说 你这个变了 我听了这几次 你不要忘了初心 这个也算是指责我的 最多的之一吧 以为我这个变了 忘了做电台的初心 现在有一句话嘛 不是说 不忘初心嘛 方得始终 这句话就是政治正确 我个人认为 就是361度 无死角的一个废话 大家就知道 曹操 他写了很多小的诗啊 也不是叫小诗 很出名的诗吧 但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让线自明本质令 因为我们了解的三国 实际上都是从三国演义上的三国 这个是小说 是七分虚三分十嘛 就是为了戏剧效果 丑化了除诸葛亮以外的所有人嘛 其实刘备啊 孙权啊 鲁肃啊 鲁肃这些人都比诸葛亮 不比诸葛亮差 但是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看这个让线自明本质令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他就说嘛 这个初心这个东西就是会变嘛 你慢慢的就会变 再说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初心是什么了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初恋 就是初心吧 你不是最终谈谈恋爱 也翻脸了 是吧 但是我做这个电台 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讲代码嘛 就很多人就指的 我说你这个本来 以前还讲了代码 现在竟然代码都不讲了 就以后我会录视频讲代码 是吧 第七个问题就是说 哎 你这个很多想法我不喜欢 你怎么能 是不是太不爱国了 是吧 或者是太不日爱 什么国产的品牌了 竟然一个中国的都不讲 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时代是 这个指的就是非常正常 因为我又不是你 你也不是我 我不可能说 我所有的想法都让你喜欢 你不喜欢 我说时代也没什么办法 就我在讲个故事吧 就孔子呢 是有个学生叫 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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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孔子最看不上的 就宰鱼经常给孔子出难题嘛 就是他经常出现的时候 就对话 孔子也经常气得半死 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不喜欢这种思想 但是尤其是像我讲了一些 哎 你不喜欢的思想呢 说实在我讲的这些东西 比起两天多年前的宰鱼来 真的是要差多了 中国古代是什么 就是说皇帝嘛 哎 皇帝是怎么 屁股下面的位置是怎么得来的 大部分我告诉你 都是杀人得来的 就是屁股下面都是杀人得来的 并不是 但是你讲杀人得来的不好嘛 大部分都会说 我这个天下是代理嘛 代理谁 就是老天爷 我帮老天爷代理天下 我是代理人 代理人在怎么样 就是以德治国嘛 然后孟子嘛 主要是孟子 就是给这个皇帝的宝座 就是杀人得来的宝座 这合法性上实际上 他一个双重授权 这个咱们就不能够不展开解释了 就双重授权就不是杀人得来的 老天爷给的 然后这个皇帝既然是老天爷给的 就最喜欢说是啥 以德治国嘛 我这个皇上道德不行 就上行下校就不行了 这个国家就不行了 然后呢 皇上实际上对这个校看得特别重 比如说父母去世了 尤其是父亲 主要是父亲 守校三年 其实这个三年并不是蛮大满帅的三年 就是 二十五个月 就是说呢 你刚刚守完 两年是二十四个月嘛 再加一个月就行了 就三年了 如果是大官的话呢 我可以就夺情 实际上大官的话 更那个什么 守得比较守 皇帝那就更守 因为我们知道皇帝实际上 你能当上皇帝 你杀人的时候 你这个不能分 为了想到皇上 爹妈也得杀 真的是这样 因此呢 你这个 该下属时就下属 像秦始皇 把他妈妈给搞了个 是吧 囚禁了 杀爹的就更多了 所以说 但这个样子呢 我们还是要知道 这个历史都是这个样嘛 你还是得说 我特别孝敬父母 是吧 那这个宰鱼同学 可能就觉得 他要说死话 就去问孔子 说这个 说这个老师啊 你说这个父亲去世了 是吧 守校三年 三年这个时间 是不是太长了 你看这个问题 一问出来 这个孔子 儒家嘛 你这个问题 你还敢问 是吧 当场就吃了个半死 就就就觉得 你这个什么样的畜生 你才问这么 这么没有中华美德的 这个问题是吧 就没好气的说 那你说守校几年 你不守三年 那你说守校几年 然后宰鱼说 我觉得这个一年就可以了 这个春夏秋冬嘛 你搞一年就行了 这个孔子就气得 你嘴都歪了 说一年 你他妈的良心上过得去嘛 你父亲去世一年 你就 你就守校一年 你守校其实是比较 相对比较痛苦 就是吃的要 不能吃细凉 要吃兔凉 还不能穿这个 丝绸的 你要穿这个马布啊 就是现在 马布说是 还比较舒服 还就是说 你不能听音乐 像我们玩手机 肯定也不行 这个不能听歌 不能听音乐 然后 你还有不能过性生活 你有老婆也得分居 你不能 天天在哪里happy 也不行 也就是说 你这个良心上 能过得去嘛 但是人家宰鱼 也想了就想了想说 老师 我这个良心上过得去 把这个孔子 更启疯了 你良心上过得去 你就这么干嘛 真是 真是 不是个好东西 是吧 你小时候 好像你爸妈 没抱你这个三年嘛 就是你守一年 就算了 是吧 就这个样子 因为为什么守校三年 就是说 你这个小孩 一到三岁 都是父母抱嘛 宰鱼说 反正我不管 我良心上就过得去 所以如果 听我电台的音乐 因为有好多小朋友嘛 就是说 以后你生了小孩 一定要抱三年 这是传统文化 你要抱三年 但宰鱼 即使提了 这么尖锐的一个问题 人家孔子 是不是 也是等他走了以后 才说 就说嘛 于之不仁也 只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付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 也就天下来都这么 搞得一个丧 你竟然 是不是 你好像你父母 没有爱你三年一样 就这样 都是他走了以后这样 所以 当听到 我讲的 跟你心目中认为的 爱国 或者是热爱传统文化 不同的话 因为现在国学这嘛 不光是练鱼丹这种 鱼丹已经把它改成了 统治阶级喜欢的东西了 就鱼丹这种 咱不好意思跟他比论语 但是 是吧 他的主场 要是比高官武啊 编程啊 吊打他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 肯定能吊打死他 论语就不讲了 是吧 以后大家如果看到 我讲了你不喜欢的观点 就不要来反驳我 你看人家孔子 是吧 都有哑量 要有哑量 再下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人生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人 真的是问我 也不能说很多人 但是总有那么些人嘛 比如说 他要去做什么工作 还有说我要学什么 编程语言啊 该靠什么专业等等 那这种太个人的问题 说实在我一个都没有回答 因为我不了解你 我给的建议 也没什么屁用嘛 类似于 我建议呢 建议什么 就建议你过马路嘛 左右看嘛 吃饭了 就不要吃得太饱 气氛饱是吧 保持身体健康 都锻炼 但这种话有什么用嘛 但是在看了很多提问以后 我觉得我年轻时 也这个样子 就觉得 当下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重要了 比如说 选择什么变样的 编程语言这种事情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尤其是过后啊 你会发现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反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悄无声息的发生的 比如说 你可能突然脑子抽风啊 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你去上了一堂吉他课 去弹吉他 结果你就碰到了 你的女朋友 然后后来成了你的妻子 或者某一天 你要去脑袋短路的时候 看面试 看公司面试 你就投了个简历 真的 结果你就去面试 面试了 然后一直干到退休 真的 这种重要的事情 反而看起来 一点都不壮烈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 谁说的多么正确 也都是表面文章 尤其是现在一些人生导师嘛 因为很多人 把我当成人生导师 问我这种问题 实际上很多的人生导师 自己混的也不怎么样 全靠自己包装 或者靠团队包装 这些导师呢 拿得出手来的 就是说鸡汤调制高手 包括咱不说中国的 就是那个P投师 乔布斯信仰的人生导师 但不说他名字了 知道人自然知道 也是收钱不要命了 还热衷于 就是说给女的学员指导的时候 然后把人家给睡了 是吧 然后睡的时候 他说是修行 这也是比较搞笑 但后来P投师发现 这个不行 然后就离开了 就是跟P投师撕逼的 那个伟大的导师 是吧 P投师所以 还比较佩服他们 自己动动脑子嘛 不要什么事情 自然贸然来找我来指导 首先呢 我没有能力指导大家 毕竟因为我 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嘛 以我自己的见识 不一的重点 就是说你多赚点钱呀 肯定是没什么大的错误的 因为现在国内 有些人有意无意的误导 把钱多和很多美好的事情 就搞得对立了 比如说你这个钱多了 就有可能没有美好的爱情 因为很多的苦情戏啊 现在不都是爱情戏嘛 很多爱情戏 你不长得苦一点 就没人看 就说呢 一句话就说 我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 碰到了最想保护的女孩 就荷尔蒙最多的时候 最想那个啥的时候 结果没钱 就这个样子 还有很多听民谣 听中国的民谣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听多了 你就听出经验来了 95%的歌都是写 哎呀姑娘呀 我真想给你睡觉 但是我没有钱 就这个样子 但也没办法是吧 但这种话呢 说实在的 就只能安慰自己嘛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不管怎么样子 你还是应该赚一些钱嘛 不管是你家的 还是你自己赚的嘛 当你碰到一份 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时候 你应该从容的说 哎呀正好 手头有一套房子 还有两宝马 我们把这个爱情升华一下 是吧 组建一个家庭吧 人家姑娘说实在的 不一定是喜欢你的钱 万一人家也有一套房子 你们两个两套房子 不更好吗 是不是 哎 这是我的建议嘛 我只所以说这个 是因为有个听众 真的抛给我了一个 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 说在这里 应该是不太 我说我能说一下吗 他说可以 所以这个不算是 侵犯引是吗 这是找石油的 石油工人 石油工人就是 他不是找到油田了 就是不是那种工人 就是说他要找油田的 那种石油工人 反正全国到时候跑嘛 就是沙漠脸哪里 可能钻个洞 咱不太懂 听说是那个样子 就到了油网的地方呢 他就去缓传一些音频 他还包括我这个电台 因为找石油嘛 条件肯定是很苦 我能想象到很苦 他跟我交流嘛 加我微信 就说嘛 他一年回家两三次 一次两星期 然后干了几年呢 干了九年 现在还单身啊 毕业之后就开始找石油 干了九年还单身 首先想我们可以想象嘛 他去上网的地方都不方便 别说找女朋友了 你开这个沙漠里 或者分林里 你别说找女朋友 你可能往连都不太容易 就问我 哎应该怎么办呢 说实在乱 我真的是没法提什么意见 我只是觉得 一个人啊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作为一个生物 我们首先要讲生物 首先呢 你不能太亏待自己 但我知道你这种工作 是很高尚 像我这种人的话 像洞哥这种人啊 这种工作 顶多干多久 三个月 我肯定三个月都干不到 就这个样子 就他妈管你能源不能源 什么战略不战略的 我就说个打工是吧 我就赚点饭钱 然后我还担负起 你这个找石油 这个由美国对抗 能源对抗这种事情嘛 我哪有那么高尚 就有 就在万把块钱 几千块钱 我哪他妈高尚 但是呢 人和人不同 因为北岛嘛 四人北岛 也有句话叫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政 高尚是高尚者的墨志民 还有古代的一幅对联嘛 我也比较喜欢的对联 比较尚 就是什么 隧道三更死 凡功名 结成幻影 想到百年后 无少长 俱世古人 真的是这样 结果我们死了以后 肯定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嘛 就看你追求什么东西啊 你是追求高尚 还是追求卑鄙 是吧 就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 你自己反正已经帮助 人找了多少年石油了 九年石油了 是吧 真的 比如说你对得起 你肯定对得起 所有人是吧 我觉得你对得起 整个宇宙 即使 说句不好听的 你那么努力的话 不是算九年油价 也是翻翻的找吗 就这个样子 所以 但我也 我还是觉得 我不够资格给你提什么 具体的建议嘛 因为有很多人就觉得 我干的这个事情特别高尚 因为痛苦这个东西 是你不一定要自己去尝试的 这个朋友就是说 他最喜欢的是 乔布斯的那个广告嘛 乔布斯的广告 苹果广告就是 就什么 think different 那个广告嘛 那个广告 当然我也比较喜欢 我只是想说 这里面的人 没有仔细考察过 这里面的人 大部分是没有吃过 这种具体的苦 他们的苦是什么 就是精神层面上的苦 你不要看上面的那些 那些人都感觉很苦 像甘地啊 你看他穿那个 像没衣服穿的 像光这个膀子的那个东西 但他负责要死 这个甘地负责要死 他家里有的事情 他就上贵族学校 去学法律 去英国 去学法律 他那个桌别林 桌别林小时候可能是比较苦 但是呢 他一下子又移民美国去了 他又拍了很多的那个电影 他是世界级的明星 他可能现在 你都不知道 现在他的名声达到什么程度 等会我稍微讲一点啊 就是说 大家可能看过他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起码我看过 那个摩登时代 就觉得他好像演了一个很古的小工人 在那个游戏线上 拧那个扳手 实际上他有的是钱 这个人在那里有的是钱 关于离婚结婚啊 七八次 他一生呢 都是在寻找什么 十六岁的姑娘去谈恋爱 他谈了好几个十六岁的姑娘 三十五的时候谈 五十四岁的时候也谈 都是十六岁 就是说 他有的是钱 他离婚 那时候都是一百万一百万的赔 在那个年代啊 就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的赔 这样找了不少 就是说 你不能说 哎呀我这个是干十一工人 那特别苦 以后会不会特别成功 就是我觉得 你如果想特别成功的话 可以借鉴别人的痛苦嘛 你不一定要去体验痛苦 这个卓别林肯定没有去 这个流水线上去做嘛 是不是 不一定要自己体验 像洞格是搬砖 你知道搬砖苦就可以了 你真的不用去来搬砖 哎呀好像说的有点多了 就最后一个问题 希望不要生气啊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哎你的编程视频什么输出 不是说干货吗 就我只能说尽快了 因为我录了三期 结果呢就是不合格 让我重录 就是说呢 我加了两个标 人家这个很厉害呢 就是你拿了标 加在什么地方 下面不能有标 这个地方不能有标 至于提交了他 审批再怎么样子 还比较比较痛苦 想收一点钱 真的是好难收是吧 所以我要再重新录一遍 然后再提交 就是在PowerPoint 就是那个PPT Keynote里面 我加了两个标 结果两个不行 很搞笑 好了 再次就到这里 就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是软件那些事 软件那些事 六个字 好再见